大家好我是小宇宙又來到這一次的這個什麼學校的這個鬧鬼的這個更新 首先呢我們會進入這個NPC在講述這些故事的情節 我先跟各位說前面的這幾個故事 還有叫你去點的這些NPC但你去找哪裡哪裡哪裡到你還沒有解完鬼魂喔 鬼魂的願望就是去學校上課之前都是不會觸發到前面的任務的 那就來開始吧首先是找這個義明慧他就是要叫我們去靈異研究會嘛 然後瞭解這個事情然後你以為這個是調查任務嗎這只是剛加入這個社團的測試喔 首先就是要先找我們五個這個五個東西在哪裡呢 我們找的第一個是在圖書館 第二個在美術教室的角落 第三個是在烹飪教室的桌子上 第四個是在食堂的邊邊 第五個則是在櫃台的旁邊 之後回去找他他叫我們去調查這個可疑的鬼魂 這個可疑的靈魂呢你各位千萬不要調查錯了 學校裡面一樣會有這個生氣的靈魂 只要被生氣的靈魂碰到你們就會被趕出學校 找到之後就可以領到這個幽靈幣的獎勵啦 接下來呢我們就是去找這個剛才找到的這個靈魂 這個靈魂呢他的任務就是要去學校上課 所以學校上課也是一樣只能白天才能上 然後你可以從旁邊這個通道過去 所以只要去學校上三堂課 這樣子就可以解掉囉 至於拍攝的話我們就要去找一些靈魂的 剛好這邊有一本書我們就把它拍起來 這樣就可以輕鬆解掉這個拍照的任務囉 解完學校任務才開始真正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一張真正的任務就才開始 接下來就是一樣就是他開始說你要去找另外一個NPC去對話 然後他會問你一些問題 問題都是蠻簡單的膚色如何就是白色嘛 所以我們就點白色靈魂是什麼黑色 然後衣服是什麼顏色白色這樣子就可以囉 一樣可以輕鬆領到這個獎勵 然後真正才開始解他這個NPC的主要任務了 所以前面都只是一個開頭 所以這個任務條是不會動的現在才開始 然後接下來他就是要找這個 學校裡的靈魂來對話 基本上你只要跟著這個箭頭指示走 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喔 對話完畢之後呢他就要給你一個新的任務 新的任務呢就是在關於 這一個什麼恐怖的地方 按照指示移動 這個你們可能就是大概要找一下了 我大概可以跟你講我任務 要觸發的一些靈異事件吧 如果你來到音樂教室的話你先找到指定的地點 然後走到旁邊的鋼琴就可以觸發囉 這鋼琴會自動彈所以他就算一種靈異事件 然後接下來就是廁所的話 廁所的話就是你們要去看每一個馬桶 到底哪一個馬桶中間會出現褲頭 只要這個有觸發靈異事件 這樣子就算完成囉 接下來來到其他的教室的話 要如何觸發靈異事件呢 我們只要直接靠近黑板 就可以觸發了 因為黑板會寫出字 當然其他的任務就一樣 這個一樣 這個鬼魂的任務就是要叫你去上課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白天才可以上課啊 那要怎麼辦呢 你們可以利用晚上的時間去解 這個僵屍的任務 就是鬼屋的任務 因為他有規定你要去 玩至少五次吧 才可以解這個任務嘛 那你剛好晚上的時候沒事做 你就可以去解這個 鬼屋的任務 然後再利用白天的時間去上課 這樣就可以解完鬼魂的任務 記得要先去接鬼魂的任務 再來學校上課才算喔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叫做鬼犯的NPC 他叫你說他想要吃蛋蛋 然後呢我有368個 對你就知道每日的廣告送多少個蛋 然後就直接給他啦 他也只能解一次 再來就是學校外面這個 要找這個什麼靈異道具的任務的話 這個說好的周圍呢 給我把整個廣場全部擺滿 我是不懂啊 反正我們就是要好好的去找這些東西吧 然後周圍其實會有遇到這個鬼魂 這些鬼魂一樣就像之前的萬聖節任務一樣 可以抓 他完全就是一個魔的 完全沒有變 對完全沒有變 但你就是抓他 要總共要抓15個嘛 也可以解這次的任務 然後我找到的靈異道具在這裡 還有鬼屋這裡 還有馬路邊這裡 還有草地上這裡 好這樣子就可以輕鬆完成尋找靈異道具的這個任務啦 然後我之後就再也沒有觸發了 所以看一下我今天解的就是這幾個 你們大概了解一下 困難的任務應該也沒有啦 只是就是比較煩啦 就是要到處跑 再來就是 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去買一個家具 並跟他互動 我就隨便買一個櫃子 然後打開他 這樣子就可以觸發任務囉 好啦 這一次的任務的解析攻略就到這邊 我是小宇宙 我們下次見 掰掰